有線寬頻集團要求員工下個月起 每個月放兩日無新假期 為期六個月 受影響的包括有線電視、香港開電視 和有線寬頻等大約1,500個員工 有線寬頻集團發言人說 全球經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大受影響 所以作出這個決定 為感謝員工的付出 將會在未來兩年向員工發放著情假期 期望員工和集團共到時間